这艘货船上宰满了两千人 他们不是难民而是一群乘客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 他们会一直待在这条拥挤的破船上 唯一的补给就是河里的水 如果不小心掉下船 他们还可能会被螺旋桨撕碎 这里是刚果 它位于非洲的新藏地带 人口约一亿 占地约234万平方公里 境内有大片难以穿越的热带雨林 假之常年战乱破坏和缺乏维护 大部分公路已无法正常通行 从首都金沙萨到北部大城市 吉桑加尼已经没有了路 想要运输货物或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旅行 刚果人只有两种方法 最富有的人可以坐飞机 票价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 最穷的人只能坐船 在刚果河上穿行两千公里 像隔背马尼这样的旧船 确保了两滴之间的运输 在金沙萨港口 这里停满了破旧不堪的货船 与智能化的现代港口不同 这里的所有货物都需要由人工搬运 今天 法国纪录片频道将跟随这条隔背马尼号 开启他们的旅行 在这条船上 有大约八百人是要去参加家人的婚礼或葬礼 另一些人则是怀揣着发财梦 准备到这个国家另一边的钻石矿里去碰碰运气 这些旅行者已经等了将近一个月了 然而船主却一拖再拖 他骗一些乘客说今晚出发 对另一些人又说是明早出发 我们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 原以为明天会出发 但直到现在 我们还没出发呢 隔背马尼号长近一百米 被十几艘船包围其中 水手们在两侧架起了巨大的缆绳 帮助他使出这片区域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动作 这些钢索绷得十分紧 一旦激缆断裂 他可能会切断乘客的双腿 有的人甚至因此失去生命 隔背马尼终于在河上出发了 对于乘客来说 这是一种解脱 一离开港口 两艘舶船立马在船的两边出现了 这样组成的舰队 现在可以运送约一千七百人 这艘船现在被改造成了 一座漂浮的城市 而在船上 几乎没有乘客的空间 而其他的人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内 只能将就地坐在那里 甚至连躺下的都不能 在失业数个月后 阿多尼斯引来了新生活的曙光 他带着妻子与六个孩子出发 在纪桑加尼 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份机械师的工作 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希望 他们坐在船的中心 能够享受片刻宁静 这里既是餐厅 也是厨房 而另一边 是他的小店 肥皂 蛋糕 盐等日常用品 一应俱全 一笔微薄的收入 可以让他换取船上 其他宝贵的资产 我们没有饮用水 我们必须买一些 它的价格是每升一百刚果法郎 如果我们喝河里的水 我们就有得病的风险 我们只是用它来清理厕所 否则我们就发掘许多物体 最重要的是 小心不要把那些做饭的热油锅给弄倒 在鼻子的船边行走时 一个失误 你可能会摔倒 或者你身边的人就会被你挤到船下 经过一番跋涉 阿多尼斯终于来到了淋浴角 这里是男士的洗浴室 也是男士的洗手间 在这里上厕所是勇敢者的游戏 我以前见过有人摔下去 他们都死了 隔背马尼号继续行驶着 河面看上去很平静 但船员们却很警惕 船上唯一一张海图的更新时间 还停留在五十多年前的比利时殖民时期 没有明显的指示牌和航海图来辅助导航 雷内船长凭借对这条河流的深刻记忆 成为船上唯一的领航者 他熟知每一块岩石和障碍物的位置 对积桑加尼中心的河流 以及1700公里的航程了如指掌 这里的船上一般都没有救生衣或救生艇 每次事故 船上四分之三的人便会因此失去生命 突然 一颗漂浮的树干不幸撞击了隔背马尼号 他在船体上留下了一道裂口 裂口迅速被水侵袭 其中一个货舱开始灌满水 溢出的水流对船只的平衡构成了威胁 尽管如此 乘客们似乎并不过分担忧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 船员们正在使用水泥来填补这些洞 修复船体受损的部位 他们得以继续航行 朝着目的地前进 经过2000的旅行 船到达了马鲁库村 几十艘独木舟已经等好几个星期了 这些独木舟上都是要上船的新乘客以及货物 现在这条拥挤的船上又多了200多名乘客 机组人员开始忙碌了起来 因为售票员告诉他 他只收到了36名新乘客的票钱 2019年刚果的人均GDP为545.2美元 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3800多元 为了避免卷入急流 有时渔民会制作木网来捕鱼 河水十分湍急 鱼一般入网后立即就会被水排死 渔民们会吃掉一部分鱼 剩下的会卖掉用来养家糊口和支付孩子的血费 在这个没有电力供应的小村庄里 十几户人家相依为命 他和第一任妻子在1982年结婚 育有六个孩子 1986年他娶了第二个妻子 育有三个孩子 第三个妻子在1988年结婚 育有四个孩子 这个十七口之家住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 除了一条长凳和一把椅子 几乎没有别的家具了 为了向这条河致敬 这里的小男孩从小就练习着一种 叫卡波波的力量运动 这是祖先留给他们的技巧 可以教给他们如何更好地与河流搏斗 另一边 隔贝马尼也在溺水前行 经过了七天的航行 他们仍只走了500公里 马利多贝特是一名护士 对他来说 这次旅行也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船上没有医生 更不用说医务室了 在拥挤潮湿的环境下 卫生条件只会越来越恶化 疾病随之就会出现 所以船长让他当了跟船医生 我是一名A2护士 我是2003年毕业的 转来转去寻找病人 大多数乘坐隔贝马尼号的人 从来都没有看过医生 马利依依为他们检查 这个一岁半的小女孩 已经发高烧几天了 马利先以为她是得了疟疾 后来发现她是得了伤寒 伤寒是一种由细菌 引起的肠道传染病 这个小孩需要赶快治疗 否则这是会致命的 但这对夫妇 付不起一欧元的药费 马利仍然给他打了第一针 伤势很严重 马利试图帮他缝合伤口 马利又拯救了一个生命 但他也没有足够的抗生素 来应付整个旅程 这让他很担心 第十一天清晨 人们在船上唱起了圣歌 祈祷着上帝的帮助 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回响 但船上的左引擎 是真的突然不响了 一个螺栓突然掉落了 船员们正在努力定位他的来源 上帝当然不会真的这么无情 另一头喜讯将至 一个婴儿刚刚出生 家人没有时间告诉护士马利 是一位乘客帮助这位母亲分娩的 这个妈妈却高兴不起来 她眼神迷离待在原地 在她来坐船的漫漫长路上 她刚经历了可怕的事情 路上的军人抢走了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 只给她留了几件小孩子的衣服 她已经没钱买吃的了 孟子说 世人见孩子掉入井里 皆有恻隐之心 想救孩子 不是因为和他父母的关系 或者博取名声 而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在这群逃票的乘客上 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船上 消息很快传开了 大家团结一致 开始想办法 你凑一点我凑一点 都在尽可能的帮助他 一旁的水手 看得七个小时后 发动机也修好了 为了弥补落后的进度 厄内船长冒险在夜晚起航 格贝马尼号在黑暗中前行 唯一的照明设备 是一个巨大的手电筒 这里的通道很窄 如果水手们拿着 五米长的探测器 他们是不会触底的 但这位舱首犯了一个错误 船搁浅在了一片沙滩上 开始陷得越来越深 日出时 船体仍停泊不动 整个晚上 船头一直陷在沙子里 在折腾了几个小时后 船终于滑出水面了 每个人都在为船员们欢呼 母班达凯阵终于出现了 说明船现在已经行驶到一半了 这不是预计中的六天 旅程大概还剩一千公里 船长让设置组的人员们下了船 因为这一带的战乱正在升级 他不想让他们置身危险之中 戈贝马尼号在一个月之后到达了目的地 方图号发生了海难 140人葬身于甘果河之中 甘果的基建之差 要长距离出行 人民不得不选择这种冒险的方式 改善非洲的基建任务 今天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中国与甘果政府签署了一揽子矿产换基础设施的协议 相比之下 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 因为在得到不确定的矿产之前 他们要自己出资 同时这些新的基础设施 还可能面临不同武装政权的袭击 这里是脏月店 喜欢记得按赞订阅 我们下个视频见